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我是葉劉淑儀 今天是11月2日2020年 明天美國時間即11月3日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大日子 所以今天就找了葉太過來 和我們一開始深度副析 究竟美國的選舉制度是怎樣的 現在的選情情況是怎樣的 還有接下來還有甚麼變數 還有我們最後會做一個大膽的預測 究竟是誰 究竟是拜登還是特朗普 會贏得這個總統的補助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葉太 不如在開始之前我們講講美國的選舉制度 我們那些小黃人經常高舉要一人一票選特首 究竟美國的選舉制度是否一人一票選總統呢 其實他是選舉人選的 他的選舉人是538 就是代表國會裏面538的議員 其中參議院是100個 無論州大小 你知道的 在美國讀過書 加州也好 最小的德拉威爾也好 拜登的州都是兩個 因為他不讓那些小州被人欺負 保護那些小州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聯邦制 當時要討論這麼多個州 都去組成一個國家的時候 他們需要一套制度 是大的州或小的州都認同的 所以他們在三級的選舉 眾議院 參議院和總統選舉 分別採取不同的distribution 而這個選舉人票是根據 剛才葉太說了 其中100票是選舉 因為美國有50個州 每個州有兩個 而華盛頓DC首都有三票 而另外那些是根據眾議院的數量來分配 這個人口就會每10年做一次 人口的調查 而根據這個選舉人票的人數 但葉太 其實過往 這個選舉人票的制度 都好像很為人救病 選舉人應該看他州的普選 就是現在投票 現在應該一億美國人投票 是破紀錄 就是他們有early voting 前投票 他應該跟他的州邊藍 所謂turn blue 他就投拜登 但也有不聽話 是啊 在歷史上 曾經有165次 就是由一開始到2016年 其實不止165次 是到2016年 有165次的紀錄 就是投了 不是別人投票 叫他投那個人 有什麼例子 以及為什麼他們容許他這樣做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要數到 第18世紀的時候 當時有一次選舉 就是在選出總統 即是 popular vote之後 但選舉人去投票之前 突然間那個候選人死了 所以當時那班選舉人 就要按照他們的discretion去投票 這是一個例子 原來美國的憲法 並沒有規定那些選舉人 要根據他們的選舉結果 而去投票 原因是因為他們容許他們 有exercise 他的discretion 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之下 例如剛才說過 突然他死了怎麼辦 去做這件事 但也有一些玩笑的事件 政治地玩笑的事件 包括在2016年 即是剛剛這個選舉的時候 特朗普在選舉人票 贏了三十多票 所以共和黨內部的人 他就提出一個想法 不如我們有三十多個人 鑽鞋 他一鑽鞋不是投給希拉里 而是投給共和黨的另一個候選人 令到他剛剛不夠票 你可能會問 為何他們不投給希拉里 大家要了解一下 選舉人本身是甚麼人 選舉人本身是美國政黨的大佬 但一定是非參選的大佬 因為參選的人 有public office的人 就不可以做選舉人 所以他本身是共和黨的真心支持者 所以叫他投給對價 其實是不可能 但他很討厭特朗普 他就嘗試投給另一個人 所以2016年 希拉里和特朗普 是加上了十票 所以這個情況 2016年特朗普 其實輸了群眾票 對 那美國為何有這樣的制度 給選舉人不跟群眾票 就是因為他定定憲法的時候 他們是開國的賢人 根本他不完全信群眾 是 所以有學者說 美國根本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是一個共和國 是 一個republic 是 有制衡 三權的制衡 有法治 是吧 是 有很高的人權 但他不是完全人民 當家作主 不過你想想 那時候 美國開國那些 言人 什麼人 是有錢的白人 地主 是 是 說了 是 讀很多書 他根本是不完全信群眾 所以他在選舉制度上有這種制衡 在歷史上 曾經發生過五次 就是選舉人票 就是一個人贏 但是 popular vote 就是一人一票票 就是另一個人贏 最近的一個例子 除了2016年 特朗普贏希拉里之外 就要數到2000年 當時前任的美國副總統 哥爾在一人一票那裡 是多於當時的小布殊 但是最後小布殊 就是以選舉人票得勝 但是很奇怪 扣打官司 扣打官司 當然要打官司 爭議州就是Florida 佛羅里達州的弟弟做州長 是 因為美國怎樣選 是每個州決定 他不是我們有個選舉委員會 他沒有全國一套制度 那Florida是小布殊的弟弟 那個Secretary of State州的議長 都是共和黨 是 就是在選舉人票做公夫 是 拖拖打打到最高法院 就說不要爭 是啊 所以所謂的搖擺州份 我們經常聽所謂搖擺州份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在選舉人票那裡 是拉得很緊 因為有些州其實 共和黨佔一個絕對的優勢 有些州就是民主黨佔優勢 例如加州 紐約這些就是民主黨的州 德州 南部 密西西比那些 就是傳統共和黨的州 大家留意到最近的五次 為何選舉人多過 popular vote 那次 有兩次都是很近代發生 而再之前那幾次已經去到18世紀了 為何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選舉的工程越來越精準 政客已經開始棄手 那些基本上贏硬或者輸硬那些 那些貼票 是的 所以大家集中在搖擺州份 所以未來這個情況會越來越發生 所以這兩天無論是特朗普或者拜登 主力去了賓夕凡尼亞州 是的 Pansylvania 是的 現在呢 不如在這裏 不如葉太你分析一下 現在的選情 和哪幾個搖擺州份的情況 是比較嚴峻的呢 本來民主黨很樂觀的 就是那些全國性的民調 都說拜登是贏八點或者雙位數字 十點 近日又說收窄了 一個著名的網站538 代表538個選舉人 就說特朗普仍然是有機會贏的 但是如果他贏呢 就表示民調錯得很厲害 是 那就是都撞過板的 是 我民調哪裏沒有撞過板 那就是很安靜些 就是說應該是他輸的 但是都沒有機會 是 據說收窄了 但是我仍然認為拜登機會較高 嗯 那之前呢 那個民調的差異呢 大概是10個percent 但是最近日呢已經是收窄到6至8個percent 但是大家沒有忘記呢 大概有大概6至10個percent的人 視乎不同的州份 是寫Undecided的 或者Others的 那就是說呢 計算那個選舉那個 Poll的數字上面的差異 或者這幫Undecided的 怎樣投呢 就將會左右到那個選舉的結果 所以臨頭之前沒有很多醜聞走出來 哈哈哈哈 很多人出來忍著不說的了 Dr. Fauci 是 這兩天 這兩天啊 鬧特朗普 是吧 最後關頭去 去攻擊對手 是啊 其實呢 現在的選舉呢 雖然還剩下一天左右的美國時間 但是呢 其實都存在很多不同的變數 葉太你看有些什麼不同的變數呢 我相信始終應該是拜登贏的 但是特朗普很多麻雜招 是 就是 第一就是 有很多人說 他會自動宣佈自己贏 是 就是你有270票就滾贏了 是 他可能馬上說我已經贏了 是 他往日那些候選人 作定兩個演詞 一個是勝利演詞 一個就是 接受失敗的演詞 是 但是我想他一定不會 他不認輸 那就打官司 是 或者支持他的群眾出來打架 是 是 有些州都出現武鬥了 是 所以會有一個亂局 還有最重要是看贏多少 是 如果是拜登贏得多 那當然容易平復 嗯 如果是真的抓緊的 雙方都會互相指責 是 是 剛才葉太提到民調和結果的差異 其實就是2016年的選舉 就是最顯著 當時其實希拉里都領先4-6個百分點 但是 當時為什麼特朗普會贏呢 其實他們就歸咎於一個叫Bradley Effect的贏 Bradley Effect是什麼呢 Bradley Effect 這個是根據 Name after 一個叫做黑人 叫Bill Bradley Bill Bradley 是美國一個從政者 也都在從政之前 其實是打籃球的 所以他就 不是所以 但是他本身是黑人 是非籍的美國人 那樣的 那麼他這個人 本身就在1982年的時候 就參選這個加州的州長 那麼當時他的民調 也是大幅領先 但是到了最後 他竟然輸了給這個白人的對手 那麼當時的分析 就是認為 原來在問民調的時候 有很多人 就是他明明 他不願意投給一個黑人 但是他答民調的時候 他不想給人的感覺 是自己是歧視 所以他就回答 就是頭的黑人 所以就有一個落差 同樣的Effect 其實在英國也出現 但是他的名字有點不同 叫做Silent Tory Effect Tory就是保守黨的意思 保守黨其實跟特朗普一樣 或者我們香港的建制派 相對在一個政治光譜來說 是保守右翼的 因為左翼很高於自由民主 環保等所謂的普世價值 如果你問一個人 你知不知民主 就算我們的支持者 一定會說 我們一定是支持民主 我們的支持者 也不會說 我們不支持自由 或者環保等 但是如果你真的問他 你真的放他一個TESTER OK 你支持環保 但我叫你夏天不要開冷氣 或者你支持環保 但現在我們要改電力供應的比例 我們要100%可在再生能源 但是你的電費會跌了三倍 你值不值得呢 到原來真的要做決策的時候 那些人就未必會支持這些普世價值 第二個變數就是這樣的 其實剛才葉太也說了 美國是可以預先投票的 預先投票他們要寄他 新至他也可以 新至他也可以 但其中的記憶是其中一個方法 當時民主黨 他就呼籲他的支持者去 預先投票 為何他要呼籲他 預先投票呢 因為他們在領先中 民票 他當然想鎖住那個 領先優勢 所以叫他們早點去投票 但他們的支持者大幅 用mail in去投票 但原來mail in 因為他有些規格 在信封那裏 就是要有些看不到 總之有些secret事 這樣才行 發覺很多投票的選票被DQ了 完全有火 因為疫情 所以這又是一個很大的爭議點 第三就是特朗普那邊 右翼現在動員他們的核心支持者 去玩香港的黑暴政策 他們怎樣玩呢 基本上在一些謠或州份 去搞事 去做暴動 令到他壓制當地的投票率 所以叫做voter suppression 對 因為右翼傳統來說 他都是低投票率 通常高投票率是左翼 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壓制那裏 而且最近他們在一個警暴 所謂美國警暴的問題裏面 都令到拜登的進退室局 因為拜登其實左翼的人 原來跟香港一樣 是喊解散警隊 但是他中間的選民就不支持 因為始終有些理性的 覺得沒理由要解散警隊 沒可能 所以其實現在拜登在這幾度 都搞到盡力失蓋 所以未來的選情 都仍是有些變數 拜登這幾天就玩攻擊他 抗疫很失敗 我們多等一兩天 再知道要怎樣 好 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在完結之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條片廣傳開去 等更加多的市民了解一下 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Matthew Hechel 最近很多朋友和我們反映 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但是我們出片的時候 YouTube又沒有通知你 其實是這樣的 除了訂閱鍵之外 在訂閱鍵的右手邊 其實還有個鈴鐺的東西 按下去再選全部 那我們下次出片的時候 YouTube就會通知你了 記得除了指敬的頻道 也要訂閱我 黑超哥Matthew的頻道 拜拜